年初九是天宫诞 年初八就是南洋福建人的大日子 这个日子对福建人来说 他还大过农历新年 在南洋一带除了福建人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族群 一样持有不同的祭拜仪式 今天启航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 流传多年的八八娘者不同的祭拜习俗 传说唐朝时期 皇朝军南兴福建 由于辐射以及语言不通 军人误以为福建人是狼而大开杀戒 以至福建人纷纷逃到干支园内避难 直到年初九天宫诞才停止杀戮 福建人才可以从干支园出来过年 从此以后每逢大年初九就形成了 以干支拜天宫的习俗了 由于达射 利涯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亥算 对吗? 对 我们尽量使用鲜蘑 鲜蘑 鲜蘑 像鲜蘑 因为这就是鲜蘑 所以你必须做一个最好的 硬梁说所有的贡品必须贴上红纸 一张张红色的纸张象征好照头 寓意平安以及吉祥 不但如此贡品的中间还会插上花朵 表示花开富贵大地回春 代表了人们对美满的幸福生活 富有高贵的向往 感谢观看